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模式主持人 主持人,有賣二者,贏者 對,有在這時間做什麼? 救回來吧 不是說EV給人問 EV過了太久了 大家要看的情報大家都看完 最主要其實 就算我們過往做EV 其實都是做一個特別的一集 正常的節目要播放 通常EV都不能夠如我們所願的 就報道了 沒有聽今年的EV不要緊 聽回2009年的EV 應該不懂了 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有人問 好了,講舊了 第一套說什麼呢? 先說一套經費不多的作品 我說經費不多,其實很少 原來已經不多了 他這套作品 因為 開始已經是打到明 是由第一集開始 已經告訴全世界 這套東西的經費 真是少到沒有朋友 所以平時的OP 也不是OP 故事有些畫面指示 他OP很過分 我真的以為他是這樣 就當他是 怎知後面真的有一個OP 反之你說這套東西 比起OP 這些是更用心 去做一些 當然不是 後面那些才是水印 前面那些功夫畫 真是 反團繪標準 好了,那這套是什麼? 第一套就是這個 阿豐霸魔王大人 巴奈奈 其實你說整套東西 看完那個觀音 當然你說 他 是 沒有錢就真的沒有錢 這就是一般的事 你說過製作班底 還是那些人 主角裙 他們兩隻是沒有錢的 這件事 就 但是你說 他 你說表現出來的 那個 那個質素 是不好嗎 我覺得整套東西 平均的質素 是 就算 我不知道 在他 資金不足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套東西 的製作水準 都是屬於 中上的 或者我這樣說 其實應該是 他原作本身的底 就是他設定 有他的故事 都是不錯的 動物化之後 他的效果都保持得住 所以你也會覺得 他特別好 嗯 你說他經費問題 我又不是很覺得 他經費特別不夠 就是 對比近年那些畫 要崩的 要懶的 要騙位的 比他嚴重 就是有人在 所以 沒有下限 對比的情況下 就比較難 或者這樣說 其實大家可能 看這套東西 當時留意一下 其實 大家看的時候 在這套東西裡 經常留意所謂的 顏矮的東西 後面才多 顏矮最主要是勇者 勇者猶者 而這個其實 是他們 某程度上 他們做了 少少的 調整的東西 就是什麼 因為 大家都知道 你說全身 有動作 其實佔 動畫章數 是比較多 其實如果你只是 面上的話 其實你看看這套東西 面上的比率 比一般動畫 是比較多 所以為什麼大家 突然會留意到很多 顏矮的東西 根本上就是因為 這套作品本身的 製作成本 已經不足 的情況下 所以他特意 削測了很多 只是拍照 頭 或者是 充其量 只是去到 半身 你講空口 是 子女的部位 的角度 你會看到 其實是 它是省在這些部分 沒有 但 你作為一套 我當是笑片定位 拍照 我覺得 合理 它不太過分 當然 薯先生說到這個問題 是會有的 例如你說 它有一些 軟鏡 大部分動畫都是 一去到 軟鏡的人 沒有眼、耳、耳、耳、鼻 你會看到 它是長方形 一個面 什麼都沒有 它都會看到這些 但是 不太影響你的觀感 剛才說 鏡頭 運鏡 即是他拿的 角度 鏡頭的問題 是其中一件 第二個問題 大家也要 留意一下 它的場景數目 真的少得很可憐 最快一半 不是 四碟半 四碟半 六碟半 六碟半 魔王城的比率 高度 特意把劇情 完全是在魔王城裏面 大廣 那 那 沒有 它雖然說 有否的角色 角色很豐富 反而沒有彌補這個缺點 這個是 它 製作群 真的在這方面 學了功夫 去彌補了他們資金不足的問題 最主要是 它發揮到 最主要是魔王回來沒有錢 你花完工後沒有錢 那當然是 那當然是 我們之前說的 新圖是一傳 也好 背景 整個學生會身 很小 你會覺得很單調 但這套你不會 甚至在麥當勞裏面 大家可以看到的 休息室 Counter 是沒有了 還有 店長 店長的位置 基本上是由這三個場景 完全構成那麼大 那不是你覺得你可以拍些什麼 不是 你明白 新圖是剛才說 學生會很一傳 他背景來的 學生會 他角度的機會定 但他這裏不同 例如說 你講Counter 他可以在廚房看向Counter 客人那邊正面看他 或者斜角度上看他 他不同的時候 用不同的角度看 你會覺得是完全是一個角度來的 那你沒有個 有個新鮮口 會覺得悶 你不要理他場景欠不欠錢 但你在麥當勞裏做 除非你說他做他抹桌 那就是內部的東西 那是沒有的 他應該說 其實很多動畫 他在背景方面 你都見到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不同的 背景 他們也會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你知道 中華最流行就是 游泳 然後就旅行 走之後又不知去哪裏 總之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背景是不用本的 那你不可以 期望他回阿公 然後說可以修學旅行的 他去不同地方 就像永遲 永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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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幻 Вы 偷的 hoy 偷的ministras 廢得特別偏를 你偷了錢 花了借錢 省了sniff 對 永遲 都比較鮮明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離譜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 而且始終是 他們 怎麼說呢 小動作 或者特色的表現行為 是很出現的 例如說 這個 Luce Ferry 經常在家裡 亂按東西 他只有幾個樣子就夠了 我只記得他那個 Psycho 他就是 牛仔樣子 又是吃烏冬娜 都是扔的嘻嘻嘻 三種東西 已經夠了 他每種人都是做威力的 但是 已經反映到我的性格 他也不會跟一些 平常大家經常看的 那類的搞笑 靠賣人物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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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賣人物性格就有 一定會有 但是 問題就是 你很少一些作品 會是用一個 打工的角度 你說校園劇的話 他就變得很普通 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一直都說 為何這套東西 是不可以找到廣告 你找麥幫羅 和麥基 最知識的人都可以找 Pizza Heart 我覺得你說 在整個會套裡面 他這套東西就是 我擺明居馬 賣人性行銷 都可以 阿Tai當然是奔儀 因為影響者做事之前 會拍一拍動樓 擺明是薄荷磨 你可以背魔王變身的時候 黑個麥當勞 那一字 他就搶到手臂 打包 等整個衣服要賠錢 又要脫掉衣服出來的 不可以做廣告的 很慘的 你說 這套東西 打魔王裡面 戰鬥的部分 分成了最大兩場battle 第一場就是光頭 七元 Oluva 不是 Ruistarrow 以及光頭大叔 第一場 澤肯和大叔 但其實這場戰鬥 基本上是沒有戰鬥畫面的 這場戰鬥 閃 不是 但我覺得 挺好看的 他有沒有提到他的力量在哪裏 誰有用到的魔王 誰有用到的魔王 是誰有用到的魔王 因為照原作的設定 你當作一個神話設定 即使你是擔天使 但你原本的偉戒都是天使 所以其實聖法器可以 我的意思是 魔王和馬路 他來到這個地頭的時候 魔力都沒有太剩 為什麼他反而 他有說過的 他有說過的 他是襲擊7的人 襲擊人 沒有現在發現到 人們產生恐懼 然後獲得魔力 然後他也是借助這個設定 就是魔王如何獲得魔力 而打贏他 其實他們都是在這裏 主要是在故事裏面 甚至在原作 現在的習慮裏面 魯魔力的方法都只有這種方法 足夠了 你會有很多種做什麼 Credit Card嗎 所以他們設定不會亂 所以每次的崗位都會很明顯 即是說不夠打了 要火力的 首先要把地下拆掉 大災難 拆掉天 大災難 然後就可以吸收魔力了 那作為一個打機 很正常的合理 混亂狀態 當然是進攻的好時間 所以 你說 但是他的魔力 大部份 最後打完戰鬥之後 都會幫你補回 這個問題 在於跟很多的作品一樣 他一開始有一個 詩名說 當他 當他 優養身飾養 他有足夠的魔力 他就會回到異世界那邊 就會再次進行魔王侵略行動 所以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這個故事 打工魔王的故事就結束了 所以看完整個動畫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反駁的 未必 我這樣解讀的 始終 魔王已經被遇到這裡 因為他那邊被人打了 蝦蝦蝦蝦 走過來 他前途 在這個世界 著草草草 望內地 或者他不是什麼 戰力性說 所以如果沒有兩手準備 又不是特別強化 沒有升級過 然後回去 那邊就被人打了 沒什麼意思 你覺得你在墨記 還有什麼可以升級? 他要先征服地球 他應該可以搭到你一號餐 他剛才說明了 他要先征服麥當勞 所以要征服這個世界 他要十分之一 他要 出負你 他把地球弄完 翻過去那邊 用地球的資源去攻擊 他那邊就對了 不如先攻擊這個 肯德雞 打碰獨贏 沒有關係 當然你說他用完魔力的案件 其實你當他用完又沒有用完 其實對故事的影響真的大 老實說 但我覺得很反映現實 越光鑿 我不是你叫他 他意思是他魔力的設定 好像不是用得太好 即是他需要到魔力的時候 就何時收集到魔力 都很可以 不然變得好像很疑A 這個設定 你可以說其實 叫做作者給他的一個外掛 我覺得算是 你不要以為外掛 即是每次你要打人 你就會出相關的賀爾蒙 那種意思 還有一個致命的地方 因為他的所謂的魔力 是要吸收人 你會人有恐懼才能吸收到 你那些人死了就沒有 即是他反而要維持著人類的數量 當勞是沒有關係的 當勞只是會令到人家加速死亡 對 這個不是一個恐懼 當勞是恐怖 他會很害怕死亡哥哥 你去問問小朋友 小朋友 你吃麥當勞你怕不怕 我要開箱樂園餐 這樣就說 你跟他解釋什麼道理 你認識多的時候 譬如說你每一天吃10個的時候 你跟他說麥當勞 是擺指多分鐘用有用 所以你說故事那裡 其實他用的理由 首先就是說 他覺得欠了這個世界的某些東西 他不還清他就不夠了 魔王很有道理 不應該說 不應該是這樣的 魔王絕對不應該是這樣的 在現時的傳統來說 魔王是要說人意 魔王才是不說人意的 怎麼會變成這樣 你說勇者的樣子 經常有地貓就知道 現在魔王不是通常都是開口供的嗎 而他那個問題是另一個 在於他根本上 他是想說得這個勇者 讓勇者加入他的行業 對 很合理 所以他一定要留意 回到那個世界 你已經是不會說得 他應該一劍就砍下去了 對他來說 計劃就不能夠成功了 他要先在這個世界 攻略懷悠地攻略一番 我還說 你穿了兩三封 封封回到魔界 又被人打死 被人留在地球 讓他們韜光到他的樣子 出來 有靈魂走回去 即是現在他在地球 召集另一班他的同款 即是那些什麼永不清霸的 其實你是說第一場打那裡 變相就令到七元就無緣 就加入了 通常都是他 打完那些RPG 通常就會加入 三國子 投降 OK 進來 但是跟著變成一個副類 然後 全都能力弱化 是基本上色 不是的 他還要每一個出糧的日子 他就會幫你花錢 不是的 應該這樣說 所以有紙裡面的稅額 三戶人 本身其實七元 即是你說在那場戰役裡面 他打輸了給魔龍之後 其實對他的魔力其實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因為這傢伙你也看到後面之後 他不需要什麼特別補充 其實基本上他留在魔龍的身邊 是因為什麼 他覺得這邊好玩一點 不是覺得這邊好玩一點 他連天堂都不去 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那個綠塔本 那間房 他覺得就算他回到天堂 他也是比起現在的生活 他覺得這裡的生活 比天堂好 哇 幾好 每天可以打機上網 亂按按鈕 買東西 吃東西 你不用做事 你都沒有聽到 你不是家裡轉小 所以 各位聽到有沒有同感 所以你說 整個護士的電影劇 他另外一方面 就造就了他是另一個 玩君角色 他是不是算是玩君 不是 還要地圖 不是 有情報資料 有情報資料有些用的 比如說你用錢買一些追蹤器 放在電話上 或者是查卡士的東西 大家都要明白 如果沒有了他的情況下 魔王城應該會不停在加健 就是因為他消耗了魔王城 可以最佳的加健資金 才會令到水平門 在這裏 某程度上 動畫製作也是要感謝他 不用多了那麼多東西 他要做一個緩衝的角色 對衝的角色 但問題是通常 你這樣永遠加健 就會Game Over 你維持現狀 我先補充一件事 他打完之後 跟著那一場很好笑 我要拿魔力去舊校舍 幫我找PSP 那一集好像是原創的 平時也是原創 我看小說是沒有這一集 但挺好笑的 那個應該是阿春元昆去的 昆去但是很好笑 你沒有想過 竟然可以這樣 不是 之後泳池那一集都是 玩東西 有些劇情世衛 劇本他們很明顯就 他們知道他們沒有時間 在那裏按波鐘 但扔得來有意思 有些人會覺得 這套東西 離一齊或是不好聽 因為本身 你可能是打工魔王男 你可能是想看魔王怎樣 看這個世界掙扎扣 劇場 他是有他的野心去征服世界 現在變成一個野心 他現在變成一個 融入社會的上進青年 他現在是一個 應該是職場演義的 他不如去看賭奸作 不如去看賭奸作 而另外主婦 努屋 他不是土安嗎 他變成一個搞笑的角色 不好意思 他完全是變成搞笑的 還有就是被人誘惹的角色 他好像是射藥測試 這音樂 有解釋的 因為黃鳳梁 不不 天線 黃鳳梁 零奶 他在整些野面 是天使的成果 但這成果是對按摩有害 但魔王本身有魔力沒問題 7月本身是天使 也沒問題 只有他奶 而這音樂 其實你看到 根本上製作組有一點 這方面是亞時間 因為本身的原作 沒有那麼誇張 是沒有那麼悲慘的 是沒有 通貴 沒有誇張化 即是他現在 即是去到零奶出場 到達到 到達到跳躍 到達完這場 即是他去到打點敵為止 他基本上每集 都起碼有一分鐘時間 看著他那個 阿倫是殘養 真是悲慘的 差了他還有色味 黑白了 沒有 這類型的畫面 留給兩個主要女角 你跟著說 其實你說 我覺得劇情有些不好的地方 好像看完這麼多集 好像魔王那邊 都沒有怎樣 upgrade自己 對於他自己的計劃 這個真的不劇透 但這個是番龍拿去到 比較厚 現在應該是完結了 好像第二卷 應該是 現在不是很多 兩部 去到第三卷的劇情 先會說回 魔王本身的 侵略世界的理念 是不是 因為到達二時為止 其實都是未入主題 竟然是 整份施政報告來看看吧 不是 不是 如果說完電話 他可以切了一些東西 例如說 勇者去工作 三萬多多 他已經不說了 一再說 魔王他沒有地位 不是 如果你說原作 他會說的 就是 魔王城 租金是 大概三萬四萬元 這麼便宜 三萬四萬元 是磅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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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磅 你也要問一下 永遠會 這些很典型 是呀 香港也有個叫兇宅大王 不知道為什麼 你說說 阿游左 勇者 當然大家最留意的 就是他的眼睛 原作小說的插話 其實是比較 很正常 全部加大了 那個樣子有指向一點 畫師畫出來 Facebook有沒有Post過 有 我記得 新方說過 他們Post過的樣子 我Post過一次 所以你說 動畫版裡面 你說他的樣子像二十歲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他根本是一個二十歲的樣子 甚至二十多 很可怕 影響奧磅磅磅磅的外觀 但身材出壞了他 大家看著掌道 沒什麼 身材出壞了他 但其實 我覺得 沒有關係 這份其實只不過是 小千 身材太多 太過分 勇者的身材 照原作 和 動畫的 他畫出來 不是畫到 彈宇那類 你說 如果用世界來說 勇者的身材是正常 正常人的身材 小千 還不正常 不就是 香港是亞洲最平 不就是調查 做出來的 我們繼續 繼續說 你說勇者的表現出來 其實整套作品裡面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來到地球之後 他們的關係 反而是逆轉了酒店 正派人士是魔王者 而勇者根本是一個 偷鬼狂跟蹤狂 他沒有辦法 他知道那個魔王之後 你一定要跟著他 看看他做什麼 玩法的事情 其實這個也有 剛才 野人姐說的問題 一開始就這樣 已經是殺他 但是理由就是 殺了你之後 就沒有足夠的食物 你就回去 搖帝 這裏也有犯駁 他之後有得補充 之後他不知道補充 到他有得補充的時候 他就覺得 殺不下 魔王 他在這個世界 是一個正人君子 所以他才提出 如果你願意留在日本的話 他又放過他 不願意留在日本 和為這個地球 作出一分力 作為什麼 地球 現在 這麼有巧通 總之叫做什麼 你等他軟禁自己在地球 不再回到異世界 他就放過他 很合理的 因為如果多年的勇者魔王 發質 你殺了魔王之後 會出生你的新魔王 那你軟禁在地球 就像另一邊 沒有沒事 安全了 即是殺死機師 打殘不出部機 就不打八部機 這樣 其實 其實 我覺得他怎麼說 因為他一開球 他講到勇者介紹的時候 他有說過 他為什麼要去加入教會那邊打 就是因為 他覺得 他有霸性 在戰役裡面 總之就是 其實 他最後那個位置 又有提到這件事 勇者是為了私人恩怨而去打魔王 對 我覺得 你可以當首尾呼應 也可以 你可以當第二季復符 也可以 看你怎麼看 但實際 他爸爸問他爸爸 就算了 那沒有 原作是真的他爸爸 同學做到前面的爸爸 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說 還是怎樣 同學都說是他爸爸 但是你對這個倫理他們有些問題 繼續 所以 整體上 你說 故事裡面 他叫做 就不知道 大家如果 看大橋 他所謂的理由 你如果 用回一個 叫做 邏輯 去想 是講不通的 一定是講不通的 有幾多套動畫 有些反駁的位置 應該說 他 每個人都是 硬找一個理由 去說服自己 就是他原本最大的目標 不做 不做 有些什麼都是 就是自我催眠 這些 連刀鋁都是這樣 沒有 不過你說回另一件事 剛才你開過頭 在那裡說打仗 那你不說 KFC 變態 多天遲 沙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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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 有沒有寫的東西 這場戰鬥 其實 唯一這場戰鬥最比較 丟本 的位置 就是 魔王和沙利亞 在打 那一下 已經是最丟本 已經是 但還是一閃 他差不多是最後一場戰鬥 對 想本一點 而且你要明白 魔王一出必殺技 基本上戰鬥已經玩完了 不用打 魔王一出必殺技 通常下一個狀況就是地球 十周幾號 整體上 這套東西 看戰鬥固然 其實我覺得 算了 他交了課 應該說 本身 你說可能 是很典型 是 有戰鬥成分的 輕小說 都是 去到最後一點 都要打一場大的戰鬥 甚至中間裡面 是完全沒有打過 都好 的典型 因為始終這個是現實社會 他真的在倫理法則 他說打就打 他真的會跟你說法律 可以退貨冷靜期 你叫做這套東西 那個賣景就是 是一群異世界的人 去融入這個 或者是特社會 如何適應這個社會 被適應 去求全 我覺得是 是求全的 沒錯 他們 對他們來說 整套東西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無論他們 怎樣炒大禍 然後就說 我始終要衛生 我真的要上班 我上班之後做 你 我上班之後再找你 你站著等我 我沒有全勤者 你賠給我 很重要的 所以看到他們 根本就是 是 完全是被這個世界的法 壓制 對著 甚至你有多大力量 也好 很多人都會想 其實魔王已經知道了 最直接回復魔力的方法 其實用那個方法 他已經可以 將整個世界 好啊 你再給勇者打 用一個call 換軍過來打你 純粹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錢才是萬能 對 沒有招打光 很慘 我管你是魔王 因為勇者 但是要他淺低頭 因為這個case 其實你說好像剛才說 戰鬥方面 其實有一個幾 你都不知道究竟 力量層面的平衡是怎樣的 他講到就是 勇者一定是 吃著魔王來打 甚至魔王有多少魔力都會 他都會吃著他來打 但是在 動畫版兩場戰鬥裡面 勇者都是被人吃著來打 而最後都是要靠魔王去打贏 當然你說Sarae那場 就是因為 Sarae是黑性霸氣的 魔力全贏了 而另外那場 另外那場就是 他本身 勇者的力量不夠 就不夠去打 但是甚至說 如果這樣的話 你 正常時會想 魔王如果補充要魔力 在他支援不夠的情況下 那魔王應該會贏 魔王打勇者 我其實都很期待 魔王和勇者打勇者 沒有的 你放心 我看到現在最新的原作 他們現在根本是 他們只不過是兩夫妻 你想看 他打體同仁治 不過在其他地方打 就是剛才說過 如果你殺了魔王 即是世界會 會催生你的新的魔王 同一個道理 你殺了用者 那一定世界會 以致會整個新的魔王 但他的設定 有沒有說過 這個魔王死了 有下一個魔王 他也有說前有魔王 這套是最好看的了 未必最好看的了 未必最好看的 但肯定不會悶 你看下去的過程 我其實中間有幾首 都覺得有點悶 所以我這套的評價 例如 這套我評價都是一般 可以看的 很吸引 他可以把很多所謂的日常生活情節去融入 本身就會令到你有代入感 你會入某一些的橋段 你會覺得你可能自然相識 你可能會看過想過 或者甚至遇過 當然跟蹤窮那些靈界 用者的靈界 有追眨你 那把刀子都很突然 揣測一下 贏人者講過的問題 其實始終我先講過的一件事 就是 他這套有一個特點 就是當一班異世界的人 來到日本的社會 有很多事情都搞不定 當然他一開始 就經常講社會適應性的事情 我們就講了一些 例如什麼戶籍的 他在後面 主要講回打工的事情 直至到 大概第八 第七 薯酸羅 連刀女 和勇者去買東西 他就說 被一部入閘機 撞住了 為什麼會這樣 那些事情 也有講回 那些事情 好像一個 寶寶仔 可以學生新的事情 有些新鮮感 純體說 他幾班人 在一個社會適應不到的 一些搞笑的事情 變成 你的量 就不會整套都是 他會變成 社會適應不到 就是擺頭 然後會用一些人物性格 還有現實社會的低落 沒有錢就算了 都是沒有打住 那一類的 你都去做回 其實 元素上是平衡的 但如果你只喜歡看一類元素 那就可能覺得不夠厚 你不會是 因為本身這套 剛才也說過 是有戰鬥元素的作品 很多人會期待 某些人會看這類型的作品 就會期待 就是 無論怎樣也好 打也要有一定程度 不同的戰鬥 就是說 可能 甚至你看輕小說裡面 很多時候就是 說 中段會有一至兩段的遭遇戰 再加 最後一場大battle 但是以打魔王的case 以動畫現在來說 那個case是 中間裡面那些 靈性根本不是叫戰鬥 叫偷襲 不是 問題是 始終是一個媒體轉變 你由輕小說 由文字媒體轉到動畫 大家期待很多時候 就是一些文字上 比較難做到的事 的效果 但問題是 他做的始終都變回 一些 日常劇類的東西 那就 沒有了保戰鬥 那種可以做到的效果 但是我會老實說 這套東西 我一定是會給中上以上的評價 因為始終就是 他拿的平衡拿得好 我覺得 即使沒有戰鬥 其實這套東西 也不是賣戰鬥的 我看完原作 我覺得 就是 去到後期真的會著兩回多 但前期 其實他給你 就算 即使賣文件 他給你的劇情 和娛樂性是足夠的 其實我都不是很 看重戰鬥的 有就OK 偶爾有些看 當然 這個是我們擺得頭說的 固然就是我們 比較推薦的一套 今季內 那是否之後的全部都不是 嗯 我想好 近聽都近聽就知道 那好吧 我們去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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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